谁能想到呢 这张北京冬奥时期最热的 余生结弦和冰敦敦的自拍合照 有朝一日大家真的能看到正面照 授权发布这张照片的是 中国花华冰舞选手柳星宇 在回顾自己的冬奥旅程的总结帖中 柳星宇这样写道 余生和冰敦敦的自拍 他说一定有好多人想看 不知道要发给谁 就委托我发给大家了 怎么说呢 大柳这样就非常凡尔赛了 但当然柳星宇 王世月和余生结弦的神仙友情 令人羡慕的当然还有更多 但余生结弦这种 总是会悄悄回应粉丝的关切的方式 真是让喜欢他的人非常感动了 2017年花华市井赛后 颁奖见面会时 有人曾拍下这样的画面 余生结弦拿着自己的iPod拍起了照片 当时很多现场的冰迷都以为他在自拍 而几天后 那个时期的冰上小伙伴 乌兹别克斯坦花华选手戈米莎 在自己的印子上 上传了余生和当时拍的照片的合影 富文说 他当时拍的不是一张自拍 不是自拍哦 是他拍的当时在场的粉丝们的大合照 自己没有公开的社交账号 但网上的一切他也尽在掌握 冰迷们的支持 热情 爱与付出 他全部收到 无法一一回应 但一定会在最恰当的时刻 以最恰当的方式做一一回应 这就是余生结贤 也是余生结贤对冰迷们拿出的最高级的饭洒 其实最初余生结贤是柳新宇和王世月的偶像 柳新宇曾说 最开始我们两个看到余生比赛的时候 是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 那时候我们俩第一年出国参加比赛 那时余生结贤站在奥运金牌的领奖台上 我们感觉属于一种仰望的存在 感觉距离很遥远 也期待着有一天能在赛场上碰见他 慢慢的我们两个参加国际比赛多了 也遇到多了 感觉梦想成真了 王世月则回忆说 最开始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 他一出现就会有很多人给他加油 或者说祝他好运 我们也是 然后他会非常非常有礼貌的给我们鞠躬说谢谢 我们比赛的时候 他还会用中文跟我们说加油 后来参加的世界大赛多了 碰到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我们就会觉得原来偶像也没有那么遥远 我们和他也都比较快乐 拍照什么的还是挺开心的 就逐渐从偶像变成了朋友 北京冬奥会期间 柳新宇、王世月特意一大早 在冬奥村内的冬奥特许商品店排队 购买了冰敦敦送给雨生结贤 说起柳新宇和雨生结贤 大家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公主报 2016年国际华联大奖赛NHK杯的赛后晚宴 王世月和柳新宇去找雨生结贤合影 结果有人起哄 让雨生结贤与柳新宇演绎兵武武资 于是就有了柳新宇公主报雨生结贤的1.0版本 从那之后两人只要见面就会上演公主报 从2017年初的芬兰市锦赛 4月的世界团体锦标赛 到2019年3月的奇遇市锦赛 2020年2月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 再到本次北京冬奥会 今天柳新宇给大家送上了9.0加10.0的陆地托举照片 将公主报进一步升级 谈起雨生结贤的公主报柳新宇说 感觉比想象中要沉 看着她身材挺鲜瘦的 但是肌肉质量很高 我们在表演华的时候 共用一个更衣室 我们会换服装 看到她的肌肉质量真的很高 我们在表演华新宇说